Simon is here 我就是你们最骚的西装博主Simon 最近呢 我感觉是不是子标呢 开始有些热度了 所以说呢 我就想看看啊 有没有可能衬一衬这个热度 所以说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件来自于子标的M65夹克 至于什么是M65夹克 网上的介绍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搜一搜 我在这里就不废话了 当然我们现在一般能买到的M65夹克 都是经过改良的 至于什么是子标呢 也很简单 就是拉夫劳伦的高分线 那又什么是Powered by RLX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子标的Performance线 这个呢 其实有点难翻译的 大家需要意识一下 就是户外 或者说是精英能的意思 级标的西装呢 也是有这个系列的 说是可以水洗的羊毛 但是到底能不能水洗呢 真的得洗过之后才知道 至于说产地呢 这款呢 是一个罗马尼亚产的 这个呢 也是非常的好理解 子标的生产呢 是比较垂直的 它呢 还有一些东西呢 都是国产的 就这年头来说啊 产地真的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QC 也就是品控 品控好 无论是在哪里生产的呢 都会是精品 聊完了子标呢 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 这件衣服 首先就进入我最选的环节 看辅料 这件衣服的辅料呢 是相当的不错 无论说是扣子还是拉链呢 它都是全定制的 而且内侧的拉链呢 它的头都是定制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它内侧的抽绳呢 还做了一个固定 这种可以做 可以脖子的东西 它都做了 这才是一个 有追求品牌应有的态度 而不是有的品牌 一看价格贼贵 拉链一看啊 是个YKK 还非常的歌手 它这个口袋的设计呢 是真的可以装东西的 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 扣子下面呢 就有非常大的余量 在口袋装满的时候呢 不至于把口袋 成的非常大 非常开 大家再看一下 门巾和扣子的一个缝法呢 是不一样的 口袋侧面呢 余量也是非常的大 这样呢 就不会把口袋得成变形了 同样是为了装东西 它口袋的四个角呢 都是做了夹裤的 而且 它的口袋呢 还是做了一些设计的 它呢 是三个正 一个Y 这点呢 看着还是有点硬似的 但是啊 这玩意 成也扣子 半也扣子 这个扣子呢 打开来啊 是有一些麻烦的 它不是那种暗的扣子 得非常正经的扣起来 再扣上去 对于我这种懒狗来说呢 就真的是太不友好了 而且啊 更鬼畜的呢 是它没有做插带 你想要插个手啊 还得把扣子给打开 太麻烦了 既然改良了 那就方便一点 以懒为主 既然是机能 或者说是户外 它的灭量呢 肯定是防水的 我拿水楼头冲满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领子下面这个玩意 没有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吧 没有人是吧 那我就不说了 门巾呢 是双重的一个门巾 是非常标准的 拉链加扣子 防风保暖性更好 同时呢 也是以防万一 万一拉链或者是扣子坏了 也可以保证 这件衣服的避合性 这件衣服呢 在袖子的后面 走关节的地方呢 做了面料的加厚 它呢 是为了防磨 其实啊 这年头呢 基本是没有这个需求了 我再次强调啊 像这种 可以做 可以不做的东西 它做了 真的就是态度比较好了 不过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袖口的三角贴 这样的设计呢 固然可以保证 打开的时候 不会过分张开 在扣起来的时候呢 也不会变形 但它的袖场呢 会比较难改了 首先啊 死哥的袖场呢 做的还是比较克制的 体型不要太夸张 就不太用改袖场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这件衣服来看呢 指标啊 确实是想好好的 把一件衣服做好的 而且呢 就价格来说 同档次对比 它呢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说啊 大家要是有合适的话呢 就不用犹豫 冲吧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和一件三点 我们下期见